他惊人 精神非常善良孝顺 夜暴现前遇到意外 死后连遗体都找不到 这师父过去身中煞业重 如何帮忙忘得 确实过去身中造的业重 所以他才遇到这个狠死 我们可以帮助他 我们念经拜佛 把自己所修学的功德回向给他 这样帮助他能够得到好处